Leo聊四季 天天宗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示範22匹小宮的一個流程 那我會邊打邊講解 那我會比較用簡單的方式去做這個配置 因為我發現網路上面的配置有點都是大神等級的 就是連我都可能有點難做到那種 那我覺得新手還是學一些比較簡單的配置就好 不要一開始就選世界冠軍的配置 這個有點太太太太難學了 我自己都覺得很難 好 那我今天的講解配置 可能不是最強的 但是至少是好學的 那只要你學下來的話 打團戰或是單挑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那這個22匹小宮呢 是比較適合打團戰使用的 好 那單挑的話 建議還是打這個20匹肉馬 然後轉小宮戰毛的方式 去做一個選擇會比較好 建議這個就打團戰時候再用 好 那這邊一開始就是把這個羊 稍微去逛一下新的地方 然後自己的刺齁 趕快去找到這個路 好 那這邊六個人吃完 六個人吃肉 那第七這個村民齁 出來就要開始伐木了 那這邊就要看你齁的 一個探索一個位置有沒有問題 看有沒有探到該探的啊 鹿豬 該探的 好 那這邊木頭我們就直接補到四個 那比較標準化的流程 就是這邊補木頭的時候是一下補 拉珠 一下去補木頭 一下要蓋房子什麼的 好 那個流程我覺得太複雜了 我們盡量把這個流程簡單化 OK 那我們簡單一點齁 就是直接補到四木 六肉四木 六肉四木 找到自己的羊了 但是我還沒看到我自己的路 完蛋了 這一把是不是要翻車了 好 直接把這個羊拉回去 好 這時候第五個村民齁 就可以去 拉珠了 先拉遠的齁 比外面遠一點 避免被對手幹珠 對手口味比較重的時候 他會出來幹你的珠 那就要小心一點了 好 這邊如果你的羊來不及回去的話 直接先去伐木 順便教大家如何對應這個 出事的一個方法 好 那這邊 大家租的村民出來之後 下一村齁 就要去蓋房子了 不然你絕對卡村 卡到爆 好 這邊稍微搜村一下 好 這邊出來射射 村民往上走 哇靠這個 有去了 好 直接失誤 爆開 OK 房子蓋一下之後 就可以來開始吃果汁了 好 果汁一樣是四個人吃喔 四木之後 拉珠 好 拉珠 拉珠之後 再出來的村民齁 去蓋房子 好 避免卡人口 那這邊要記得放肉 不然會斷村 好 那這邊村民出來 直接去吃果汁 那這邊的路一樣要繼續蓋 房子多蓋一點 OK 那盡量這個伐木跟果汁 都是一邊兩個人 有空的時候就調一下 那這邊肉要記得放 我忘記放了 OK OK 好 那四果出來 兩個人打獵 吃斑馬 四果準備 給四果好了 這邊稍微再圍一下 圍到底啊 好 這時候我就會補一下 肉了 這時候要拉第二頭豬了 那有點慢 那沒有關係 應該是來得及 就算來不及也可以吃羊 好 那這樣就是四果四木 很簡單 然後駱駝 繼續趕 好 不趕駱駝其實也沒關係 那我這是因為我比較習慣會趕 所以還是會趕入 那盡量駱駝就是三個人吃 三個人吃會比較好一點 OK 完蛋了 我點不到駱駝 駱駝去哪 跑走了 OK 然後這邊出來的村民 就要開始去 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挖金礦 突然就 語言中斷了 這時候就可以 大概21 21個村民 只要按一下織布技術 然後待會 就要來 把這個 封建時代給點下 這時候這隻村民 就一直去蓋房子 跟蓋圍牆 好 防守家裡 然後三個人挖金 上封建時代 就不會斷金 你的小公就可以一直出一直爽 那這邊可能要SOLO一下 因為我的這一頭大象吃得比較晚 因為我有趕入 OK 這邊收村 差一點 OK 點下封建時代 8分10秒左右 有點晚 通常我可以7分鐘上 OK 這邊再設食 好 防止再補一下 OK 這時候 你的刺猴就可以出去 看敵人家在哪裡 然後該圍的要圍一圍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四個人吃一吃 阿洛吃 哇 吃好吃嘛 這時候其實就很盡量 要補下自己的這個 這個軍營 這個位置好了 好 這樣順便圍一下 OK 這裡 這裡 這裡要圍啊 這裡有個洞 好 那這裡也是喔 把這裡 全部圍死 好 玻璃的村民 就可以直接 看到對手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到對手在幹嘛 因為這個對手是極限電 極限電好像也沒什麼太誇張的地方 好 那這邊吃完大象 就拿四村去蓋伐木場 因為你是要打一個工兵策略 所以可能一開始 木頭會很缺 那這邊吃完的 鹿肉 也是全部去伐木 趕快把自己的 木頭量拉起來 那這邊本來應該是要 行下的射箭場 用房子蓋太多 其實房子應該不能補這麼多的 好 所以我這邊會稍微有點斷木 OK 這邊一樣繼續探查對手家裡 好 那這邊出來的村民 就可以開始去補房金了 有以下木頭量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我先會大舉伐木 然後這個刺猴 就開始要編隊成2號編隊 變成編隊2 讓自己比較好去處理 好 有50木頭之後 再補下自己的一級伐木 一級伐木趕快補下 然後這個一級農田先不要點 先不要點 先點好了 先大家這樣子點不要太複雜 盡量簡單化我們這個流程 好 射箭場一好之後 馬上去按一下 然後繼續伐木 然後這邊下一個補的東西 就是兵工廠 兵工廠我們可以稍微喔 嘗試蓋遠一點的位置 把自己先圍起來 然後這個工兵不能斷 工兵竟然要踩高地喔 但是這個高地 好 上這個高地好了 有點遠 好 這邊稍微再蓋個房子 稍微圍一下家裡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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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交 這樣交得太怪了 好 那金礦一樣繼續補 這時候最重要的事情喔 趕快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第二個射箭場就是你的命脈 好 第二個射箭場補下 工兵不要斷了 繼續按 然後這個刺口繼續巡弱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 就可以來蓋個房子 這邊 你雙射箭場 是很容易就爆人口 好 那這邊基因補到九人 就是極限了 不要再繼續補了 這時候兵工場一號 有一百肉 就可以去點這個一級射 好 那送射箭場好了 就兩個射箭場邊對 四邊對 然後這邊房子再繼續蓋 好 再蓋好 這時候這些在TC附近伐木的村民喔 就可以來繼續吃羊了 把羊再繼續吃一吃 這時候一級木也點好了嘛 那你待會喔 村民有多餘的木頭 就可以去做一個伐木的動作 這邊再按一隻長槍兵喔 至少一隻長槍兵去 抵抗對手的這個弱馬 這邊補一下房子 把房子補一補 那看起來對手不會從這裡過來 長槍兵過來 這邊可以蓋個城門喔 先滴掉 先讓兵出去了 應該出門 好 一樣喔 我們這個村民不能斷喔 不能斷村 這邊有空 就來蓋個城門 OK 那我們先打這個射箭場 先做射射的事情 然後這個記得喔 殘血的村民在家裡種田 不要出去 OK 稍微控一下經濟 喔 喔唷 對方第一時間 居然 蓋了這個料用塔 有點陰險 好 車門蓋也好 那我們先去找他的礦學喔 在後方 我們直接繞過去 好 好 那我們田就開始一直灑 這邊稍微有點 被法蘭克擋住了 這裡我覺得可以點一下一級房 直接把他大爆射一波 記得這個田喔 趕快灑 你太玩灑的話 上城堡時代越晚 好 就是要一直灑田 然後你的弓兵要一直往前走 然後能射他的村民 就射爆他的村民 像這樣子喔 一直射一直走 來斷村 有時候還是會有點太忙 喔 這裡沒空好 來射一下射一下 那這一招打極限電腦算是蠻簡單的啦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連我阿嬤都打得贏的那種 要盡量喔 跟對手用這個高地優勢去換 換單位 有點電腦有點智障智障 給 射歪 可惜了 好 那有多餘的村民喔 我們就趕快繼續種田 撒田撒田 好 能打到金礦 就是我的勝利了 有一隻喔 有小宮去那邊燒了 欸 沒有挖金礦 喔 有有在挖 這個人還在給我撒田 太狠 好 那我們的田喔 就繼續一直撒一直爽 好 金礦樹這邊 直接屠入 繼續把這個田撒好撒滿 出來的村民繼續補 繼續補這個田 田越補越多越好 盡量喔 如果你真的空不來的話 可以按這個T喔 按這個D 站崗模式喔 直接站崗 他就不會一直亂跑 好 那我們工兵就一直射 一直射一直爽 好 我們就分兩隊 工兵補怪的村民 我們就在那邊 嘻嘻哈哈 好 後面的村民可以稍微 點一下 點個輪子喔 差不多該上城堡時代了 好 這時候記得要去補這個房子喔 把這個 木場阿 微弱的地方 加強一下 並沒有人跑進來 好 果然卡村了 好 那我們這邊喔 好 稍微走A一下 好 射包對手 好 工兵有點沒空好 好 那這邊差不多 工兵要來了 輪走一好 我們就可以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好 工兵一樣不要斷喔 記得不能斷 好 工兵 可以放兩隻喔 過去 讓我嚇他 欸 對手打GG了 來不及你城堡時代 哎呀 可惜了 對手打錯了GG了 好 打開 大概是這樣子喔 22P的一個小弓 簡單的版本 重點就是 雙射箭場 營運好之後 不要斷小弓 然後村民也不斷 然後撒更多的鐵 那大約可以在21分左右的時候 點他這個城堡時代 那由於我有多點這個一級防禦的關係喔 通常這一級防禦是不會點啊 那我就教我一個比較簡單方法 就是都點啦 讓你更容易打得贏對手 更能吃一些箭矢傷害 那這樣就是可以很輕鬆 幹掉一個極限電腦 那如果你會這招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1300家的一個玩家了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喔 就來繼續看一下法蘭克的19P肉馬 怎麼打吧 好 那我們第二部影片 又來示範19P法蘭克肉馬的一個開局方式喔 那開局的話 一開始也是 要用這個營養去探 家裡周圍的一個黑色地區喔 那吃癢的部分呢 就是吃家裡 這裡 盡量要吃同一隻啊 盡量不要 東吃一隻西吃一隻 這個肉量消耗速度太快了 那一開始吃火羊就是跑遠一點 不要跑得太近 因為羊絕對不會在太近的位置 那這邊羊就要稍微空一下這個黑色的位置喔 看到鹿肉在上方 那肉一開始也是六個人吃這個綿羊 那後面呢 這邊就可以去伐木 那跟22匹小公不太一樣的地方喔 是這個木頭的量喔 是不一樣的 那我還是要再次聲明一下 就是我的配置喔 絕對不是最強的 真的不是最強 但是是最好記的 最好尋 連新手都很好記起來的一個配置 好那這邊 開始伐木 蓋伐木場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稍微失誤一下 好 那這邊記得 伐木就是 左右兩邊各兩個人 手速夠快的玩家 可以去試的調配一下自己的經濟配置喔 這邊稍微看一下 應該在這裡吧 這個路 欸這個羊 應該會在邊邊叫 喔好好有找到 還以為不見喔 OK 好這邊再把羊帶回來 稍微把這個陰影處也看一下 好 那這邊第三個人出來 就可以去 三個人伐木之後 就可以來拉豬了 那豬一樣拉外圍喔 那這個赤猴探完全部的羊之後 就可以來 趕入了 好 來趕入 OK 豬開會來了 那我們先這樣子 好 先射一下 好 收村 在裡面 好 這時候就可以把這個 肉再補一個人 那記得要放肉 因為你在殺豬的時候 很容易會斷肉 那你這樣吃肉的村民就是八個人 這邊稍微先不要補 所以我們要來蓋魔房 好 羊稍微控一下 路也要繼續趕 好 那魔法一樣是四個人 但法蘭克的話 我可以建議到五個人 因為他吃果很快喔 早點吃完果子也比較安全 那我們一樣標準化流產 就四個人吃果就好 OK 那前面這邊就蓋木牆 先鎖正面 先圍正面 好 肉也要稍微補一下 OK 那這邊喔 大概兩個人吃果 就要去拉第二條豬了 避免被對手幹走 給豬拉回來 不一樣繼續趕 那果子喔 一樣是左右兩邊 各兩個 收村 村民 時空要塞之術 直接射死 好的 好 那這邊村民喔 我們就繼續 去圍圍牆 那隻村民就一直圍東西喔 就不要讓他回家了 就專門去防守家裡的 OK 射一下 稍微控一下 這裡圍死好了 好 那這一村我再給他吃果子 那這裡我會再補一個木頭 補到四木 好 那這樣子就是19匹肉麻 到四個 因為我這邊圍的範圍偏大 所以我覺得四木會比較穩定一點 木頭量 好 那待會要solo 織布一好馬上solo 就可以上封建時代 OK 剛好五百肉 欸 路利北基兜 利北基兜 這邊來射射 啊 舒服 OK 三隻路射完啦 馬上就去把自己的刺頭 去看一下對手家裡 好 這邊 這邊有個問題啊 這邊沒有蓋好 好 補一下房子 房子要卡人口 好 這邊先稍微伐木一下 把這個羊配一下 第一時間我會把這個 冰 蓋起來 因為我先想要先省個伐木場 待會才不會斷木 因為這裡圍太多了 這裡圍太多 好 這裡回去 軍營好之後差不多也要封建時代了 這時候就可以稍微準備一下 馬舊的一個按下去的一個timing點 所以一開始也不能圍太大 原因就是這樣子 很容易就圍太大 沒有木頭 你的馬舊就會很難出來 而且還會有可能會有卡人口的問題 好 這邊一號之後 村民補下 村民稍微收村 開始要來吃這個肉 不然會斷這個肉碼 那個數量 好 這邊盡量就是六個人吃羊 然後待會要來補這個伐木場 伐木場我們 咦 我怎麼幹到羊 那這次對手 我示範的是極限電腦 那你會打這招的話 極限電腦應該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補一個城門 我們開始把自己家裡 鞏固起來 你木頭 好好好 忘記按肉碼 呵 尷尬 由於我們這邊是19匹肉碼 我們上封建時代輸出超級快 那記得要把第一隻肉碼 去按出這個攻擊姿態 好 家裡趕快圍一下 這裡可能要補房子 要排很口 OK 我們出四隻肉碼就好 那木頭 每一個伐木場 各... 各五個人 石木 我們配石木 配多一點 然後一級伐木也點了吧 那就後面 這邊也要稍微守一下 這樣子 村民一樣不要斷 第一隻肉碼到了之後 就會開始砍了 高打滴 直接砍爆一隻 手速夠快的話 還可以去繼續用這個 肉碼去卡對手的方式 那有村民出來就可以開始 哇沒有空好 完蛋 哎呀 鬼爆 其實很傷 中甲步兵來 先解決他 把長血的空一下 像這樣子 好 再補一隻好了 所以這隻有點... 好 盤石 盡量喔 我們的肉碼是要來騷擾的 不是要來真的跟對手大戰 或幹嘛的 殺村民是我們的首選 好 那這邊村民喔 有這麼多木頭就是要來灑田的 稍微要控一下 好險好險 趕快去灑這個農田 那我會盡量把這個旁邊 墓區的一個... 木頭 省下來 這樣農田才可以瞬間灑很多片 你看這邊果子也吃光了 馬上就沒木頭了 這邊再來... 塗個一下 哎呀!被捅了 哈哈哈哈 好 可惜囉 剛剛 這邊趕快喔 去灑下自己大量農田 哇這個... 肉碼沒空好不好意思喔 太久沒有打肉碼 但是還是有殺到幾隻村民喔 那...重要就是 讓自己的肉碼自己一直奔跑 然後村民不要斷 農田趕快灑 這個就是細節 那有這個... 大概十片田左右 就可以開始來... 來挖金礦 用馬來準備上這個城堡石彈 那田一樣就灑多一點 欸!發現... 鐵沒有弄乾啊 好!再灑一片 木頭有點多 有點多的時候 就來種田 哇!他這裡準備好長槍兵 好了!送光 哇!這裡打得不是很好 但沒有關係 我們村民術已經還是有一定的領先了 那農田我補到十七片 喔!有點多了 十七片十八片左右 好!這時候我就會點一下這個... 這個輪軸技術 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四金 這邊再拉一金去調整一下經濟 喔!對方轉出了小弓 那這把我就不打... 戰矛反制的一個玩法了 這個是... 比較算是... 團戰會用到的 新手啊!可以多多打團戰喔 去練一下自己的... 團戰操作 有興趣的話 再去練單條 可能... 挫敗感會比較沒那麼重 OK!這時候木頭你會覺得會有點多喔 那就會...可以去... 按下更多的這個房子喔 稍微守一下 像這種地方喔 好!你可以用這個...木牆去守 這是在打哪一個啊 這個喔 有點蓋歪了 好! 這邊...城堡石彈 手下肉 欸!抱歉啊! 我忘記蓋軍... 軍工廠啊! 我想要習慣我的木頭子 不是木頭喔 那個... 怎麼好像... 少了一個東西 原來是兵工廠沒尬 好!我們多安逸村 不好意思! 升級有點...辣場 好!等一下城堡石彈啊 準備要來打這個... 馬舅 好!那這邊工房可以開始升了 好!那這樣蓋下這個城門喔 就可以堵下這個宅口 好!那這個刺頭喔 就是要來把家裡附近喔 跟敵方的一個遺跡位置探名喔 上城堡石彈 就比較好打一點 那這一場我就不出工程器喔 就以單純騎士作戰方式 來... 稍微示範一下 OK...這邊可能要再守一下 一級攻也點一下好了 一級攻要點嗎 不要好了 我們直接上... 哇!抱歉啦 一級絕境也我也忘記點 好!現在才點 OK!這裡這個洞可能要被打破了 但沒關係 我們現在有上十代的一個優勢在 應該問題還不是很大 好!這邊我們金稍微調配一下 變成六木就好 然後多一點人挖金 有點待會騎士喔 黃金數量非常多 我發現我錢真的傻太多了 呵呵呵 這時候可以到帝龍時代 這個流產雖然不是最標準 但是比較簡單喔 OK!那村民一樣忘記的標段 那有這個... 二級伐木也點一下 這個主金 沒辦法蓋TC有點尷尬 看他TC蓋哪裡比較好 蓋外面嗎 蓋這裡好了 這裡看起來不錯 好!打一些村民去外面 那開始喔 補下自己的村民 跟騎士 那法蘭克不用點品種 所以在前期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騎士一出啊 就差不多 好了 可以先去打對面的一個長槍兵喔 長槍兵記得要先打 長槍兵記得要先打 把對手逼走 很重要 那騎士記得一樣喔 不能斷 就一直安逸之爽 那TC喔 有空就給他開出來 這邊喔 有操作的話 可以像我這樣子喔 稍微吸收一下對手的箭矢傷害 然後再用騎士繼續往前推進 那真的要斷騎士的話 那要記得喔 去點一下這個跑速 跑速是需要漏 這裡有一隻殘血的一個騎士喔 我們稍微點一下 把他正常快死掉的話 就把他帶回去喔 帶回去好好的治療一番 這時候就可以按下一個修道院喔 那我們就雙TC開始運營 那騎士 記得不要斷 不要斷騎士 那騎士就盡量到處燒了 好 好 殘血的一樣拉走 回家 好 等一下這個 一起決定 那個跑速喔 不好意思 講錯講錯 好 聰明就一直按 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這裡 騎士喔 就一直到處騷擾 金礦區啊 木區啊 就給他射也沒差 反正能輸出就是好事喔 那刺頭喔 這個沒動喔 就趕快去喔 賭對手 看有沒有這個生女會出來 這個兵就繼續按 繼續砍繼續砍 殘血的就回家 我們就玩RPG遊戲 殘血的就回家 殘血的就回家 好 好 他真的沒事做 就去挖金礦 直接砍TC下的村民 也很爽 稍微躲一下箭矢 躲得掉嗎 躲 再躲啊 OK 躲掉了躲掉了 砍掉對手的礦場 稍微喔 要控一下 在家裡喔 村民就是 露太多了 就去伐木 或挖金 你有二級防之後 其實 對手的TC 沒這麼痛 就不用太擔心 殘血的就來回家 補血 防止記得蓋 我就忘記蓋了 好 那有這些喔 挖石頭村民喔 直接往前蓋城堡 直接大亨堡 開壓 挖騎士11隻 糟糕我失誤了 那這個喔 訓練也是 大家要練的喔 就是玩騎士的話 盡量不要損失自己的騎士 好一直用自己的騎士喔 去做騷擾 好出兵 這裡怎麼上億人在挖黃金啊 這裡有點空不太好 經濟有點失調了 好對手已經打出了GG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法蘭克的一個 城堡騎士暴推的一個打法 那打這個極限電腦 算是很綽綽有餘 對手的村民喔 被我砍到剩下不到20村了吧 有點慘 然後自己一直損失了一隻騎士喔 所有的殘血騎士都回家都補血了 那這一堆森旅喔 補完血還可以出去再撿一技 這就是後續的打法 那你會這一招的話 單挑絕對是1600分以上起跳的 喔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我後面這邊喔 村民這個TC喔 沒有去改這個伐木 我一直以為我有改到 但是我根本沒按到 我切換太快了 所以沒有按到右鍵 所以這邊村民一直去補到黃金喔 黃金的話大概16村 或17村就差不多了 或15村也可以 那就是騎士要記得一直補 然後2級攻40的去點下 就差不多了 那騎士最重要的是 要把殘血的挽回控 好到你的修道院這邊 讓攝影去補血 那補完小再來打第二輪 那騎士的數量到了一定之後 大概15隻或20隻的話 點下2級攻就可以直接爆TC囉 那通常打這一招 很多團戰的新手都會擋不住的 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那待會下一支影片 我會來教西班牙征服者 直接黑跳城速城 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的方式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繼續看下去 好那現在要來示範 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SCP黑跳直層的一個做法 那一樣我們這個羊 一開始要先去探查一下 周遭的一個狀況 這個有點跑太遠了 好 稍微控一下 希望可以趕快找到羊 喔 找到路了 OK還蠻luck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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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開始也是先補到六肉 那現在我們已經六肉了 那如果像我這種時候 還找不到羊的話 就可以先去拉一隻大象 早點吃大象 那大象 羊優先去拉外面的 如果找不到外面沒關係喔 先拉一頭大象就對了 因為避免會斷肉 我怎麼找不到我的羊 懼尷尬 OK 大象回來先把它射死 找到我的羊 感動 那出來一樣就是開始補伐木 伐木四個人 然後先把這個豬肉吃一吃 記得要手中放肉 不然會斷村 啊我的 羊妹妹怎麼不站喔 找到了 哇怎麼在這麼尷尬的位置 好啦 算了 可以只能這樣子 呵呵 好 那我們再趕路的時間喔 就偏晚一點 那記得肉要繼續放 欸 沒碰到 可以羊獸我要控一下 好 四個人 這一村喔 十三村記得要出來蓋房子 不然會卡人口 要特別注意一下 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蓋完房子 就可以去拉住了 因為我們前期已經拉住了 所以這個順序喔 會稍微小小的不同 但沒有關係 好 鴕鳥趕回去 三個人吃 啊有點遠 不好意思喔 又有點小小的食物 好那接下來出命喔 就可以直接去 挖 可以去這個喔 吃果子 讓我們的這個路喔 一樣繼續趕 好 收村一下 殘血先收掉 OK 設施 那路肉一樣三個人吃就可以了 那再蓋下魔房 四個人吃果子 稍微把房子喔 蓋過來一點 要補下房子喔 不然要斷村了 好記得喔 外面這個 蓋圍牆的村民喔 就是要來蓋房子 千萬不能斷村 斷村很嚴重 好 四個人 吃果子之後 接下來村民喔 可以直接去 再蓋一個新的伐木場 好 差不多可以把這上面圍死了 給這好了 那伐木場補三個人喔 所以是七木 好 趕完 好那趕完 路之後 再用刺口去探圖 哇這個村民沒有空好 不好意思 哇又小小的失誤一下 這個羊肉有點浪費太多了 好再稍微圍一下 這個該圍的圍一圍喔 那接下來出來的村民喔 好三個人在補伐木之後 就要開始去 挖石頭了 房子也要趕快補 又要斷村了 這裡要大尾嗎 大尾太危險 這樣子喔 好三個人挖石頭 那三個人再來挖金 這個配置相當簡單喔 好挖金一樣 蓋這個礦場 再加上三個村民 去挖金 然後織布 還有這個封建時代的升級 然後也點下 可以再補一個房子好了 OK那圍家部分就是這樣子喔 稍微把自己圍一下 那一定要圍死喔 你不圍死很容易就會翻車 所以建議喔 各位還是把這個喔 房子圍好 那伐木場喔 一邊就是四個人伐木 那就是八木 然後 七樓 升城堡 那待會這兩個建築工 待會就是回去喔 去灑田 就可以了 這邊又一個虎視沙羊 唉呀 這個肉量被浪費太多 我至少這一場浪費了一百肉油 有點慘 那城堡待會我們就直接蓋這個位置喔 守住金礦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最後一隻羊肉之後 先把這個殘血的村民去蓋這個農田 絕對不能把這個 血少農田的村民去做外面的事情 農田就真的翻車 好 好 那待會封建時代的兩個村民喔 按兩個村民 然後去點這個石頭 就可以補一下石頭的數量 那木頭一樣 我們要存一下 避免自己免法 穩定的上去 所以我們待會還要蓋這個市集 跟兵工廠 好 那這邊直接補下 把這個挖黃金的村民喔 兩百斤就可以停 補一個 刺激 然後趕快來挖木頭 好 好 再補下兵工廠 肉可能會小小的不夠 好 這邊很灑的有點晚 因為浪費一百肉的關係 這邊要收村 差10肉 稍微卡一下 OK 這樣我們就可以順利到城堡時代 大約在14分鐘或13分以內 可以上城堡 那五個人挖石到城堡時代 就可以蓋下第一座城堡 那這時候這些村民喔 最好就是把這個農田喔 再補一下 那補到五金 這樣子 這樣你的肉就會夠多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來升級這個 伐木 再用自己的刺頭 去看一下對手的一個位置 先把這個一級伐木點一下 還有一級農田 出攻兵捏 法蘭克出攻兵 太針對了 吧 他是不是預測到我會出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 看起來很像 好 這邊一級絕金喔 可以優先點一下 這邊帶有黃金會消耗的非常的兇喔 好那這邊存個100石頭 可以拿來蓋TC用 那村民先按一下 預按一下 把五個挖石頭的村民喔 往前拉一下 城堡蓋這個位置 祖金 OK 那我可以帶回去喔 繼續 那我這邊會先點這個二級伐木 先把這個木頭量再更穩定一點 因為這個果子 待會就要吃完了 我們稍微灑下田 可以灑田灑田灑田 肉會有點虛喔 有點缺喔 好 好 那我們待會的目標 就是西班牙征服者不斷 然後要一直按這個村民 西班牙征服者 開始按 按個兩隻 然後村民開始撒農田 後面這邊可以考慮開個TC 但我想要把這個 TC喔 蓋在測這個位置 欸 他怎麼石頭不夠 哇 為尷尬 石頭不夠 那他還鑽進來了 哈哈 TC開不成 HOLY SHIT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不斷存就是賺 好 這邊可以開個洞 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出來 好 那有空的話 還是先撒田吧 畢竟TC開下去喔 還是需要ROAD 好 征服者也不能斷 就一直按一直按 OK 好 那有這個 石頭之後 就可以來蓋TC了 那西班牙征服者 就開始往外派 開始去BANG他的村民 看TC蓋家裡好了 看起來 現在要出門有點困難 我想要蓋這 不然蓋這好了 蓋這也可以 好 蓋這蓋這 好 村民一樣不要斷喔 好 對方出戰毛 戰毛打我會有點痛 稍微秀一下操作 回頭BANG一下 BANG一下 BANG一下BANG一下 好 派到了城堡石彈 但是我們有西班牙征服者 強力BANG BANG 開始甩槍 表演過FPS的遊戲就知道 甩槍很重要 好 這時候要趕快注意一下這個房子 可能會有點出事喔 稍微解掉 那一樣 我們把殘血的西班牙征服者 派到家裡 然後讓血多的往前 村民一樣不要斷 然後這邊要開始要來點這個二級農田 要讓自己經濟更好 好 這邊開始這樣 小心 編隊到了 殘血的 好 騎士出來 直接被針對 無雙 這個就是 騎士最討厭的文明 西班牙征服者 真的很討厭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那西班牙征服者要怎麼打呢 好 用這個生律喔 或者是 弓兵毛兵都可以 一樣 就是趕快 用自己的西班牙征服者 到處燒了 村民一樣不要斷喔 村民不能斷喔 很重要 那有機會喔 就去點下這個 修道院 那這裡最好是分兩隊 紅田再補更多喔 不然會斷村 好 那黃金這時候就該補了 黃金開始有點缺的時候 就是該補黃金了 好 直接走過來 很狠 好 這時候可以點下這個 弓兵的鎧甲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是吃弓兵鎧甲的 所以這邊可以補一下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直接 all in了喔 欸 怎麼投降 我要蓋城堡地 好 我們就可以直接秒殺一家 馬國了 那這個就是簡單的 27匹黑跳城 西班牙征服者的一個配置 那喜歡這部教學影片的話 請大家再多多分享 給你身旁的 世紀帝國的玩家 可以讓我們做一個學習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再請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